所以我發現他們會做錯其實都是那個 前面的訊息 你理解上面 如果理解上面錯的話 應該都會做得還蠻順利的 OK 那第二個是要找什麼對照表 就是表格在哪裡 表格在這裡 OK 把它圈起來 然後呢 第三個就是哪一欄 我要把這一欄 查完之後 一定是查第一欄 這個對照表的第一欄 那你要把第幾欄的東西帶回來 查到了第二欄帽帶回來 第二欄 然後呢 比對方式一模一樣 對 0 如果找接近就是1啦 OK 按個確定 這樣的話 再來的話呢 還有一點就是 這個範圍不能變動 所以習慣上選它 按F4 不過呢 特別注意 按F4一下 是 欄跟列都不能變動 OK 就是 你看 那個D L前面也有前的符號 然後2的前面有前的符號 不過其實比較標準的應該是按兩下 為什麼按兩下 按一下跟按兩下哪裡不一樣呢 看得出來嗎 主要是那個喔 按一下是藍列都鎖 然後按兩下是鎖列 按三下 是鎖藍 按四下是恢復 你想說 其實很多人不太 特別去討論啦 不過我是建議啊 其實 比較正確應該是鎖列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只有向下填滿 他向下填滿是列號會加一喔 那 我們也沒有向右 向右填滿是藍號會加一喔 所以理論上我們只有向下沒有向右 沒有向右那幹嘛要鎖藍 就不影響啦 如果比較標準 因為很多人 不理解這種藍列的鎖定 觀念不正確以後你要做很多事情你就做不出來 真的很多地方 如果你觀念很清楚的人喔 真的隨便怎麼做 啪啪 向下向右 OK了 為什麼 因為 有些地方只能鎖藍 不能鎖列 有些地方剛好顛倒 有些是要全部鎖 有些人觀念不清楚喔 就真的 就沒辦法 做完你要的結果喔 這點蠻重要的喔 所以特別講一下我是覺得說 其實Excel並沒有那麼困難 會出錯都是那個 有一些那個概念上你沒有真的徹底了解啦 那我是覺得把那個 因為歷年來那個同學 看到我看到 奇怪我會覺得應該要知道 其實他 就是不 不太知道的那個部分喔 特別強調一下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然後向下填滿 再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以後的話大概就這樣 點兩下 或者 甚至 還有更多啦 現在只有一欄 以後的話還有多欄 向下向右 像其實你們也可以看一下下一題 更精彩 下一題如果有時間的話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 第二題 第二個範例其實你可以 切到問卷調查 你會發現喔 這邊有沒有性別 一直到後面 這麼多 這麼多 到歐 清單在後面 那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麼多全部一次查完 那這問題來了 你如果這麼多 那有沒有辦法 所以要想一個辦法 有沒有辦法 最好是可以 做一次 一個儲存格 其他 可以向右 向下 全部一次就搞定的話 那應該會非常有成就感 對不對 不過呢 這裡就是觀念要很清楚 要用對的方法 就可以了 不然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寫程式 我後來發現 不是每個人都 就是 那麼適合用寫程式 因為寫程式 真的很難 對不對 對一般 一般來說 還是 有沒有 盡量就是想一個方法 我們不要寫程式 能夠用 裡面有提供的功能 解決就好了 OK 也許等一下 如果有時間的話 動作比較快的東西 可以先自己想想看 有沒有方法 那我們會希望做出什麼 把原來編號變成不是編號 那不是編號就是清單 清單男女有沒有 這邊就是性別全部變男女 年齡的話呢 全部就是把他對應到的編號變成 後面的東西幫我帶過來 就是裡面只要是 編號部分呢 全部都要用後面的清單 把它取代掉 當然這邊的話牽涉到效率問題 你不是說 如果說 假如像這個事情 如果你 不會用對方法 可能要花蠻多時間 會對的方法 大概 三分鐘就搞定了 可能還不需要 有沒有 舒服上 向右 向下 完成 這感覺就蠻好的 不過前提是你要把那個 方法想出來 OK 那我本來 第一時間是用程式啦 我寫一堆程式 好像在講義裡面也有 後來我發現 給同學看之後 同學說 老師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程式對我們來說太遙遠了 對 對我來說是很接近啦 但是對你們 所以後來想說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後來有想到一些方法 所以待會補充一下 之前可能 前 前幾次上課是沒講啦 所以後來回去想想 好像有更簡單的方法 待會跟各位說一下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請各位 再來就是 在還沒做樞紐分析表之前 我們了解一下 其實樞紐分析表 他裡面的主要功能 也跟用函數是類似的 那有兩個函數非常重要 叫康乙符跟三乙符 所以如果你在函數裡面不會 康乙符跟三乙符 那你對樞紐分析表可能 關於也不太容易建立啦 所以我們 待會就是在切到你們講義裡面的那個 第23頁 這邊有個什麼 簡易的報表 這簡易報表說 我如果不用樞紐分析表 那我可不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 我們的 Excel裡面的那個函數就可以把它完成了 那如果說我要簡易的那個報表 那第一個我就一樣切到 這個範例 插入一個新的 工作表 OK 那名稱的話也許我叫 就像剛剛那個 簡易報表 瓜糊產品 那我需要什麼呢 幫我統計什麼 第一個產品名稱 那產品名稱有幾個我不知道啊 有些有重複 到底裡面有幾個你可以第一件事 把C欄選起來 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做什麼呢 請你切到剛剛這個新的工作表 貼到他的A欄 貼上 那貼上的話他會出現錯誤啦 我是建議你貼上 的時候 他旁邊有一個選擇性 貼上的話 我剛才把它貼成什麼 貼成值就好了 不然的話貼過來好像會貼成那個 他的參考 因為 裡面是公式 有沒有我們剛剛這個是 裡面是公式 所以貼過來之後他就找不到了 貼過來的 這個公式對他來說是不對的 旁邊沒有東西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這邊貼上 選擇性就值好了 OK 所以在那個標籤 這邊有一個什麼 貼上之後他應該都會有一個智慧標籤 那你就把它改成值 OK 把它改成這個值 那這樣的話他就會把值貼過來 OK 那把它拉寬 拉寬的話就點那個 A跟B這條線 點兩下 把它自動調整 點兩下是自動調整 但是我只需要什麼 只需要其中的 不重複的資料 怎麼辦呢 不重複資料你可以再到 資料裡面的什麼呢 移除重複 OK 不過特別說移除重複這個功能 只有2007以後 的版本才有 因為你是2003的話 可能你要變成 要自己手動一下 好 不然的話你可能要用另外的功能 用那個 我記得用什麼 用篩選好像可以取代移除重複 所以我把它用移除重複一下 他會問你說有沒有標題 產品有 打勾一下 這個要打勾 不然的話呢 他會好像會遺漏 確定 他會留下什麼 三個不重複的資料 所以我產品可能一堆 但是最後會留下不重複的 那第二個是說呢 我希望 算出什麼呢 比數銷售額跟 單位 比數 銷售額跟單位 所以 銷售額單位 這兩個好像有 就把這個拿來 複製 切過來 只是說多一個比數 這邊再加一個比數 然後 再來把這個格式稍微 把這個稍微 變一下 這個格式 複製到這邊 所以 選刷子 刷一下 把他前面刷一下 這樣子的話把這個格式也 複製到前面去 再來的話就是把這個的框線加一下 框線的話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常用裡面有一個什麼呢 所有框線好了 OK把他點一下 這樣的話就有所有框線 那我希望怎麼樣呢 希望幫我做出 底下的這個 相關的 總共有三個欄位 如果今天希望算筆數的話 那這個所謂的筆數是通訊產品裡面呢 總共大個大的有幾筆 然後呢 無線電話幾筆 有線電話幾筆 所以這邊的話筆數 會需要用到 剛剛講的第一個 Countif函數 Countif 不然的話如果你不會 Countif變 你要用人工去算 大個大有幾個 用眼睛算 一個 兩個 三個 五個 還會錯 捲完之後還不知道選到哪裡 糟糕 可能還會算錯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強烈不建議你用人工 因為Excel本來就不是要用 人工來算 所以如果你還是用人工去用Excel 是錯誤的動作 OK 那可是問題你不用人工 請問要 用什麼方式去算幾個 第一個 這邊有幾個是大個大 幾個是有線電話 無線電話 你要把這個 幾個幫我算完 那提示是用Countif 第二個的話台數有幾台 台數有幾台是說 如果這個 大大的手機他的台數 這個幫我加起來 2000 再加800 28 再加500 3300 一直累加 所以這特別注意 你總不可能旁邊準備一個計算機吧 那也是大錯特錯 可是我之前真的發現有人 這個 在電腦旁邊都會放計算機 我問他說你這計算機要幹嘛 他說我要來算 Excel不是有算的功能嗎 他說他 不會那個功能 所以Sumif如果你會用就不需要用計算機 OK 所以第二個提示是用Sumif 銷售額也是一樣 如果是這個 那你就幫我加起來 所以這邊有提示 這邊用Countif 這邊用Sumif 你就可以把這個報表給做完了 你還不太需要用到 那個 樞紐分析表 其實這一題也可以用樞紐分析表做 只是說有時候 殺機不用牛刀 有時候簡單的東西你幹嘛把它弄得複雜 所以 還是要針對那個案例去完成就好了 所以 所以這邊叫簡易報表 如果你有簡易需求 你用簡易的方法 你不要把事情弄得太複雜 OK 那怎麼做請各位先試著把 這個部分做完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Countif跟Sumif 你可以試做看看 先想想看 那我剛剛講過 其實如果你可以看懂他的 那個 裡面的功能 像 Countif是在統計裡面 Sumif是好像在數學裡面 統計裡面你往下找會有Countif 往下找 Countif出現了 OK然後按確定 他會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Range 第二個問題是Criteria 所以你要 給他對的東西 他就自動幫你把台數算完了 這個地方盡量用理解的 因為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話 其實答案就出 就出來了 而且不用死背 最怕是用背的 這種東西用背的話 你用你背不完 而且很多地方都 互相雷同 所以 看懂前面東西 後面應該就會做啦 不用背 你會的話就 像呼吸一樣 很自然的就把東西 結果給帶出來了 OK 而且Countif 非常好用 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會用的話 工作上面很多事情 真的會是大問題 OK Sumif的話 顧名師也是一樣 Sumif的話 台數 插盤數裡面的話 他不叫統計 他叫數學 所以數學裡面 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你往下找會有個 Sum Sum Sumif出現 OK 那你就可以按確定啦 不過Sumif複雜一點 他有 三個問題 剛剛兩個問題 現在三個問題 反正把三個問題解決的話 答案就出來了 OK 試一下這部分 比數算完 那我們剛剛的動作就是 切到前面去算他大概到 這個 比如這個 裡面有幾個把它加1加1 像那個投票一樣 幾票 加完之後 填回來 不過如果用conif的話 其實到底差不多 插盤數裡面有一個那個 統計類 特別說 count在統計裡面 那c開頭 所以你往下找 c開頭 conif出現 這裡 OK 按確定 他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Range Range 其實意思是說範圍 範圍 顧名師啦 他 問你的意思說 你要幫我去計算的 去幫你算的那個範圍在哪裡 你要告訴我 我要算的那個東西 是在前面 所以 1 請你點選 通訊產品 2 請你告訴他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Range這邊會多一個 通訊產品 驚嘆號 意思說 這個Range範圍 是在另外工作表 工作表名稱叫通訊產品 的哪裡呢 所以你要給一個Range範圍 所以優標先放在 C2 然後再往下 往下選取 不過呢 會有個問題啦 跟剛剛一樣 你會選然後可能會這樣子 也可能會一直超過 所以我建議 如果像這種範圍選取 我是比較建議你先選 開頭 然後呢 在後面部分 向下選取 向下選取怎麼選 特別說 可能你要記一個快速鍵 那個快速鍵是 切一下 這個快速鍵是優標先放在 C2 像剛剛一樣 我建議你 記得那個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那為什麼要記這個 我覺得還蠻重要 因為 以前也是一樣 就是你不會這個快速鍵 你就會可能選過頭 那所謂的Ctrl Shift向下 意思說 Ctrl指的是方向 Shift是選取 向下是向下選取 當然以後也可以向右 向 向上向左都可以 只是說我們 剛好是要向下 如果你會Ctrl Shift向下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範圍選好了 再來的話 第二個問題是 Criteria 他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要找什麼 所以 Criteria是條件 意思說我要找什麼 找 大個大手機 意思是說 幫我把這個東西 在上面那個範圍裡面找找看 如果有找到的話幫我加1加1加1 OK 其實就跟我們人工算的 那個邏輯相似 只是這個是 用Excel的函數 幫我 幫我去完成 那這個時候他會出現什麼 出現幾筆 算完之後他告訴我7 例如說 在這個東西 在上面的範圍他幫你數完 總共有7個 我們按確定就OK了 不過按確定之前你可能還要 記得一件事 因為剛剛那個 像VILA函數你向下填滿 那一樣會有那個 藍列範圍不能變更的問題 所以特別注意 我們一樣 請你把C 2到C 20這個範圍 怎麼樣 鎖起來 不然的話等一下你向下填滿 怎麼樣 怎麼樣他又會 把C2變C3 20 C20變20 不對啦 範圍錯 所以 選取這個範圍按F4 那其實比較標準我剛剛講過 其實按兩下會比較標準 OK 就鎖列就好了 OK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再把它向下填滿 那你的比數全部算完 而且是精確的 只要你公式沒錯的話 應該這個OK了 接下來的話呢 單位就是 再插入函數 第二個 所以第一個是凱尼符 凱尼符特別注意 關鍵的地方 就是 這個地方 Range 要指的是你找 你要找的那一欄的位置 OK所以你就指向那個 通訊產品 的 C2 到 C20 所以 點 這邊 通訊產品 然後呢 C2 記得 這個時候 C2先點 Ctrl Shift 向下 這樣就OK了 先點 C2 再按 Ctrl Shift 向下 他就幫你選起來 這招很重要啦 主要原因是因為 因為 像現在這邊看到 比數還蠻少的 大概20列 可是像我們經常處理都是幾萬列 幾萬列還得了啊 你慢慢選 選到最後的話 光選取這件事情可能要跑 跑個好幾分鐘那怎麼合理 所以如果說你的比數非常多的時候 請記得你一定要用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這樣子 的好處是 你就不用慢慢等 而且保證正確喔 OK這個可能也很重要因為 之前我發現有任務學不會這個功能 那這做幾次來一定 會處處都是問題 Ctrl Shift 向下 OK 按確定 那比數算完 向下填滿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那個 算那個什麼 Sumif Sumif 其實是跟Conif蠻像的 差別只是說在 一樣是找哪個產品 那 我們這個地方是統計他的台數 先台數 那台數的話就是把 這個是要查的範圍 這個是要加總的範圍 所以他的範圍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地方相對的 他這個Sumif 會有兩個 所以切到那個數學 特別是Conif在統計 Sumif在數學 數學裡面的找到Sumif Sum開頭的Sumif 那你會發現他兩個問題都一樣 Range Qriteria 第三個不一樣 為什麼 第三個是Sum range Sum range意思說 你要加總的範圍在哪裡 OK所以第一個 你要比對的 比什麼 這個大哥大手 所以Range一樣 這題跟剛剛Conif 1 游標先切到那個什麼 通訊產品 2 游標放在 C2的位置 再Control Shift向下 當然最好是直接乾脆把這個範圍 直接按F4兩下 把它鎖起來 因為等一下還是要做 Qriteria意思說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 這個前面的大哥大手機名稱 Sum range特別注意 這個Sum range 剛剛沒有 像現在有 所以要把切到通訊產品 因為呢 如果我今天 我要比的是C欄 可是我要加的是在哪裡 加的是在F欄 所以記得游標放在F2 有沒有 要加的 加總 那個是 這個前面4的話 那幫我加這邊 不是加大哥大手機 因為大哥大手機沒辦法加 因為它這個文字 能夠加總的是 幾台 所以Control Shift向下 一樣 然後呢 一樣把它鎖起來 F2 到F20 F4 直接按兩下 我覺得比較精確 只要鎖列就好 好 這樣的話呢 結果到底有沒有正確 我是建議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正確的話 這邊會有預覽 46300 OK 當然如果你怕做錯 你可以驗證 那時候 可能要做到計算機 不過理論應該是 公式如果沒錯的話 應該出來的話 結果應該是對的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就幫你把 只要是大哥大手機裡面的台數 幫你加起來 按確定 台數加過來 向下填滿呢 其他也都做完了 同樣的銷售額 跟這個SAMIF 這邊其實還蠻像的 所以你如果算銷售額的話 然後 一樣是插入函數 然後呢 找到SAMIF 不過SAMIF如果最近使用過的話 你還可以切到一個配別 叫最近使用過的 最近使用過比較快一點 所以我們 就教各位比較快的方法 SAMIF 然後一樣 就是 再來怎麼樣呢 再來就是 就是 他RANGE找了一個呢 找通訊產品裡面的 那個 C2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先把它鎖起來 所以F4 F4兩下 找什麼呢 找 這個名稱 那去 加總什麼呢 再切到通訊產品裡面的 那個 G欄 所以G2 到Ctrl Shift向下 然後呢把這個G2到G20 再按一下F4 把它選起來 F4兩下 鎖列就可以了 在列的前面加前的符號 再按確定一下 你會發現呢 他銷售額呢 也幫我加過來了 OK 最後呢如果你要再精確一點 千方位符號加一下 然後呢小數點去掉一下 這樣的話 會更清楚 銷售金額 他會幫你把那個 大哥大手機的銷售金額 幫你把它累加累加 加完之後的話 那看到的結果 大概就長這樣 所以 這個地方主要是利用 Excel裡面的那個 一些基本的函數啦 當然我們這邊 這部分也可以用樞紐分析表來做 只是說呢 如果你一般工作比較簡單的部分呢 也許你可以利用 Countif 跟Sumif 這部分把它完成 那這個部分做完之後 請各位練習就是那個 區域部分 一樣嘛 先把區域 的依然複製一下 然後切 再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簡單報表到區域 那做一樣的事情 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 把它移除重複 這邊有資料 移除重複 有標題 然後 後面的話有一樣有 BCD三個欄位 然後把這個 直接從前面複製過來好了 貼過來 然後 這個把它刷一下刷前面的 把格式複製一下 再來把那個框線架一下 把它放大一下 一樣 幫我統計什麼 如果區域的話 我今天 不是剛剛前面這個是 統計的是產品名稱 那如果說我今天是要 統計的是區域的名稱的話 這個地方怎麼做 其實一樣 Countif Sumif Sumif 試試看 先把這兩個函數 先 先試著熟練一下 待會的話我們 也可以換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用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辦法做出 一樣的結果 試一下 來喔 amaan 可能 點 Brit 樣子 一定 得